大家好,上次课呢,我们是学习了一下在这个脚本当中直接使用什么描述性变成的方法 实际上是用属性和它的支配对的这种方法来做的 那么咱们这次课呢,主要是学习一下使用什么description对象来实现描述性变成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面呢,我们呢不需要向脚本当中添加任何的对象 也就不需要在音乐附地当中做任何的录制行为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那这里呢,我还是以脚本的方法直接给大家来写,做案例 大家看一下 插件你肯定还是选上面这种 我呢还是以那个飞机金票的系统举例子 这个系统大家呢,本身自己安装完了以后就有 所以是相对来是比较方便一些 新建一个脚本,创建 那么既然我们不做任何的录制 我们都是纯手动的来写 那么呢,我们这里面首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启动我们的应用程序 所以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代码 叫System什么呀 util.run运行 运行什么呢?运行我们备车对象的什么呀 所在的路径 好,我们来把它的所在路径拷购下来 放到这个里面 这样程序在执行的时候的话呢 就会把我们这个绝对路径下面的应用程序启动 然后的话呢,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我想模拟刚才所说的这个 飞机金票的什么呀 登录的整个过程的话 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要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 点OK按钮,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我说过有几个对象 一个对象,两个对象,三个对象,四个对象 对不对 一二三四个对象 那这时候呢,我们来创建一下这四个对象 那么用就是qualification对象是怎么创建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set setFlightDialog 或者是FlightLogin 对吧,也是可以的啊 FlightLogin,但用什么呢 D,S,C,R,P,T,I,O 这是固定写法啊 然后呢,再set什么呢 这个用户名是不是agentName 好,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跟上面是一样的啊 我们就拷贝一下 再创建一个 password 再创建一个什么 对,button OK 好,四个对象穿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的Flight这个对象呢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它是这样子的 Flight后面的话 跟对应的什么样 要识别的属性 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一个对象 怎么用这种方法来做呢 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在讲对象识别原理的时候 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首先它是强制属性 然后是辅助学习 那么我们用spy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这个login对话框 它的强制属性可能是哪个 我把头边上去看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className我们不需要了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dialog了 对不对 然后呢,往下看 看看有没有地方能够识别出 它是什么样的对象的 它一个属性往下看 看到最后面有一个叫text login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text.value 后面等于什么呀 对,等于login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对象是什么呢 agentName 那agentName我们同样的来看一下 它的哪一个属性可以来识别它 对不对 agentName 这里面有一个attached attached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text text不行 那text实际上应该是它输入的值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用什么 叫attached 把属性拷贝下来 好,偷懒的做法就是什么 把它属性一个个都拷下来 然后对应的什么呀 识别的值也把它什么呀 粘贴到这边 这个实际上是根据你初期的设定来定的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什么 另外一个对象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对象应该是我们的什么呀 password 而一样的也是one edit 只是这个地方改成了password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按钮呢 one button呢 这个咱们之前已经什么呀 上次课已经说过了 它应该是什么text是不是 单约什么呀 OK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去找它了 我们先把这个edget name呢 写在这 这个属性写在这 它的值 所以是点value后面跟什么 跟你刚才拷贝下来的什么呀 这个 好 那么同样呢 我们另外一个password 可以利用相同的方法 特别懒的做法就把它什么呀 拷下来就行了 对吧 点什么 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的什么password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什么 按链ok button 它哪个属性 text属性点value等于OK 打写了 四个对象创业好了 接下来直接可以什么呀 这写了 写了对不对 代了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的flight login 它的下一个对象是什么 是win什么 edit 跟哪个 那就是跟我们的agent name 是不是 好 这个按链 按链 按链应该是叫win什么 button 这个类的名称你可能不能搞错了 对吧 对象硕士的类别名称你不能搞错了 你搞错了后面就不能执行了 cli 是个点击 那这个就是我们描述的一个编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是不是能够执行 保存一下 好 点运行 首先它会启动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按一个网上执行 好可以的 大家看到吗 输入用后面密码 登录成功了 大家看一下登录成功了 对不对 而且在我们的资源库里面 大家看见一个对象都没有的 是不是 这样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某种角度来讲 从某种角度来讲 可以通过什么样 存编程的方法来实现我们这个测试 那么其实还有一种做法 我可以把这一段代码写成一个VBS脚本 存到外面 然后的话呢 调用VBS脚本 那么我们保存一下 你看我把它拷贝一下 保存 比如说我把它保存到我的c盘 根目录下面 点右键 新建一个文文文的 然后呢就叫做login test 把代码存在这 那这个地方需要注意到 就是后缀名又改成什么 后缀名又改的 改成VBS 不过这地方又要注意了 你要把杀毒人就放我墙 最好把它退掉 那么我们把360退掉 还有一个是这个要把它退掉 否则它有可能会爆木马病毒 改一下后缀名 改成VBS 没有问题不管它 好搞定 接下来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在这个代码当中 这一块就不需要 execut 好后面跟我们的这个什么文件所在的路径 c盘的 点VBS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名称 c盘的login test VBS 好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执行一下 看看效果啊 点一下运行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执行我们这个VBS 交本 大家看到没有 还是非常简单 也是能够登录成功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QDP 其实这个到UFT啊 到这个时候你看它的资源里面 对象也没有 是不是 啥也没有 只是说执行的这么一个交本 而且我们这个交本还没有录制的东西 全部是封装这个login.vbs里面 那么我是不是后面好多的交本 我都可以利用VBS编程的方法来实现 所以这一点从某种角度来讲 其实也可以决定的 另外一个事情说明的是什么 就是说在我们实际测试过程当中啊 在做自动化测试的过程当中啊 不要试试路就停留在路质上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脚本 程序员可能被测试园还没写好 还没弄好的时候 有一些核心的功能 我们可能规划为主自动化测试的东西的话呢 你是不是可以提前去设计一些代码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影响的 只要是整个项目团队 不管是开发人员 我们自动化测试人员 所有的设计人员都遵循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 规范的 经过评审的 纳入的基线的设计文档 需求文档 那么我觉得你在这个整个 交本开发过程当中 不会有太多的差异的啊 有的话调整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说这个测试和开发 其实可以并行的 从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对吧 那么如果你有传统的录制的方法就不行 你必须等它的界面原型 或者是我等这个应用程序开发好了才可以 但如果说你纯粹就是 这个为了编写这样的一些脚本 或者是写一些描述性变成的脚本的话 那么 被写对象是不是真正的有 我觉得意义不大 最主要就是你的需求 你的清楚 或者一些命名的规则 你得知道 那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 例如描述性变成的方法 实现我们这个 对象的方法 实现我们这个描述性变成 那么咱们下次可能给大家讲一下 两种方法在我们实际测试过程当中应用 OK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